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五美紫江 我唱了你嘴角成歌不和味道 你浅浅的微笑 你浅浅的微笑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五美紫江 我唱了你嘴角成歌不和味道 就连带五美紫江这项产品呢 都在各大购物平台卖凡了 那这么火红的歌曲呢 却被乐评人丁泰神 批评这是俗上家俗的歌曲 有一种浓郁的中国乡土味 认为李荣浅如今的作品呢 已经妥协到了泥土中 说白了就是真美文化 导致他的艺术审美 一直是不上不下